年轻人嘛,可以不讲武德,但随地大小便就太不讲武德了 大头正把尿冲在一群蛤蟆上,突然一个老婆婆出现在他身旁,吓得他直骂娘 转头老婆婆就不知道哪里藏,只留下眼前一个墓碑,真的是乐极生悲 落荒而逃,大喊有鬼,对有就直骂,他是胆小鬼,还尿了一腿 不自己不解说,这里是C位说剧 好友五人约乡下搞农家乐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在志华的老宅相聚 三婆是志华的乳娘,他家人去世之后变得神经兮兮 志华的父亲看他可怜,就让他留下来看房子 刚才正是三婆吓了大头一跳 五人拿出准备好的食材烧烤装备,准备去花园BBQ 三婆这时候出来提醒他们,千万不要去后山 说这里有个傻瓜全闹鬼,大头听得战战兢兢的 志华去吃之以鼻,还嘲讽了他一顿 就粗拥着一起去烧烤,一切相安无事 返回房间众人觉得无聊,想要讲鬼故事,打发时间 还在美人面前点了一根红蜡烛 志华和小双先后讲述了傻瓜全风衣鬼的故事 大家还是觉得不过瘾 于是打赌让志华去后山鬼屋睡觉 年轻人就是气盛 在大家的怂恿之下,志华背着睡袋拿着手电筒就去了后山鬼屋 这里果然阴气森森,志华只觉得头冒凉气 他壮着胆子找了一个小房间睡下 刚闭上眼睛就听着呲呲的声音 一个穿着风衣的男子,手拿砍刀刮墙面 一路火花带闪电 志华起身查看,突然一颗骷髅头掉在他面前 任凭他胆子比腰花还大,也是吓得大叫起来 原来是大头和小双搞的鬼 志华却被蒙在鼓里 一路踉蹭后退,被一块木板绊倒 正好倒在鬼面具的脚边上 志华一看又是屁滚尿流 这是卷发妹假扮的 志华慌不择路到处乱撞 刚好一头撞在了风衣鬼身上 这个鬼是子豪假扮的 好巧不巧正好把他撞在了电源上 等志华把他救下来,已经失去了知觉 他赶忙大声呼叫救命 其他人听到响动赶了过来 来不及互相埋怨,赶紧找人来帮忙 正好警察接到投诉前来查看 将他们带回去录口供 而子豪在送往医院的途中 已经断气身亡 录完口供之后 一个星期好像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大头在家办公 突然发现电脑好像被人入侵了 说是他老朋友,想找他玩 还说就在他家里 大头一看电脑电源都已经关闭了 觉得事情不对劲 一向胆小的他赶紧跑了出去 才发现椅子仿佛有人坐着一样 跟在他后面 整个房间也是遍地都是蛤蟆 大头大惊失色 被椅子撞倒在地 拼命挣扎呼救 转眼间蛤蟆就突然消失 一切恢复如初 小窗这边也发生怪事了 正睡觉呢 突然天花板上有血迹掉落在他脸上 墙壁上也都是血淋淋的印记 还有用血写的老朋友几个字 正好卷发妹打电话过来说了大头的事情 他们觉得是子豪的鬼魂在整他们 于是四人相约一起回到后山 鬼屋给子豪烧纸 突然大头说不用烧这么多纸 他自己却不知道 接着小双也说不用这么多 在下边没人陪 大家现在反应过来是子豪附身了 志华和卷发妹一哄而散 只留下大头和小双 俩人正在怀疑彼此的身份 子豪这时现出原形 手里拿着砍刀 俩人见识不对 拔腿就跑 志华和卷发妹这边也是发生了怪事 他俩明明近在咫尺 互相却看不到对方 子豪藏在暗处将两人分别打晕 大头和小双跑到老宅 发现门没锁 一排排脚印 直指三婆的房间 进去一看 三婆口涂白沫浑身抽搐 子豪的帽子正放在旁边 小双赶紧打电话求助 电话线都没插上 里边却发出了声音 这时吸尘器也成精似的 牢牢卷住了大头 小双去救 却发现大头变成了子豪 他赶紧跑到了楼上 房间躲了起来 没想到子豪却出现在房间里 随着他一声歇斯底里的大叫 他突然在老宅沙发上醒了过来 旁边正是三婆 其他人也都睡在沙发上 唯独不见阿华 突然听着外面的呼救声 只见阿华光着身子被吊在树上 身上写着明年再来玩 第一个故事到此结束 继续讲第二个故事 一开头就是个倒霉鬼呀 大摇大摆走在马路上 过往车辆向他撞来 也是不闪不避直接穿过他的身体 小娟虽然是个鬼 但是也是够倒霉 晚上下班回家 开车撞到一个清洁工 这个清洁工恰恰是倒霉鬼物色的 借尸还魂的对象 倒霉鬼一看就准备上身 可小娟身上有一块玉佩 阻碍了倒霉鬼施法 反复尝试数次之后都没有成功 倒霉鬼心生怨念就要报复小娟 晚上他来到小娟家里 正好看小娟在卸妆 结果连倒霉鬼都吓了一跳 各位观众你们可长点心吧 倒霉鬼当即施法下咒 全身上下里里歪歪都诅咒了个遍 吹了一口气 小娟就倒了下去 第二天诅咒就灵验了 倒霉鬼躲在小娟车后座 现身吓得他心神不宁 接着就接到电话 自己的股票全部跌停 刚下车却发现 钥匙落在了车里 然后车无人驾驶跑不见了 他找老公帮忙 老公也是要跟他离婚 跟情人移民去国外 回到家连大门都没了 走到哪儿也是高空坠物 真是倒霉他妈被倒霉当场截支 据他妈倒霉 小娟没办法就只能找到龙婆 他一眼就看出小娟的问题所在 并且给出了解决方案 当即送了个快递给小娟 东风快递使命彼答 回去了没多久 快递就送了回来 顿时狂风大作 秋风扫落夜 一个大箱子放在门口 小娟心里直美啊 以为是一箱子钞票 流着口水拆开快递一看 竟然是一副骸骨 依照龙婆的指示 小娟将骸骨组装起来 再滴血在上面 一个小胖子跳了出来 这就是龙婆给他请来的驱鬼童子 小胖子啊没有名字 小娟见他这么胖又这么可爱 又没有头发 于是取名托尼 哎人小鬼大 当即就把倒霉鬼赶跑 还驱除了小娟脸上的邪气 一看小娟的女儿就开始动手动脚 小娟见托尼神通广大 又起了贪心 要他帮忙赚点钱 只要一点点就好啦 托尼就答应了小娟的要求 告诉他毒麻 果然完成了一个小目标 挣了一个亿 女儿看不见托尼 只见小娟一个人又笑又跳的 也跟着开心 却一屁股坐在了托尼肚子上 赚了一大笔钱之后 小娟还是知人土豹地 给了龙婆不少赏钱 龙婆收钱之后 给了他一张敬业服 让他多复制一些 贴起来 家里只有托尼和女儿 俩人一边看电视 一边吃零食 女儿只觉得零食吃的是无比的快 银链也是一会儿就见底 馋鬼托尼到冰箱找吃的 女儿也跟了过来 结果一回头正好牵在托尼脸上 给他过了阳气 现在女儿也可以看到托尼 俩人也就成为了好朋友 天天一起愉快地玩耍 可倒霉鬼却不会善罢甘休 找了过来 小娟得意忘形 忘记贴净夜服 托尼也最近吃的太多零食 顶不住 关键时刻 女儿给托尼过了不少阳气 倒霉鬼被揍得魂飞魄散 可女儿现在却很虚弱 因为阳气越来越少 小娟只好带着他们去找龙婆 路上却发生车祸 托尼和小娟 昏飞魄散 只留下女儿一个人 这部电影 号称无数人的童年阴影 故事虽然还可疑 就是烂尾严重 很多地方都没有交代清楚 无聊小钱的话 还是可以看的 推荐看小C的解说 更下饭哦 感谢小伙伴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ений 和声